好 再来看到这个台铁又出状况了 时间在18号的下午4点多 台铁花莲站电动手扶梯突然失控 速度一下子变得很快 当时站在手扶梯上 十多名旅客纷纷摔落地面 人仰马翻非常狼狈 我想先对那一天 因为我们电扶梯临时故障 而导致有轻微擦伤的这些旅客 表示最深的这个轻移 我想那一天的情形是因为下大雨 然后雷声大作 造成我们瞬间的这个乱电又复电 因为变频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速度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平常还要快 平常还要快 旅客没有办法反应来得及的时候 所以旅客和他的行李 就摔倒在这个周边 好 台铁坦诚 电动手扶梯失速 造成旅客中心不稳纷纷摔倒 他们解释说 因为当时是下雨大雷 雷击导致了控制手扶梯速度的变频器故障 手扶梯跑得比平常快 幸好旅客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还是有部分的旅客抱怨 说火车站人员的应变能力太差 实在应该要好好检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